各位啊,是不是都在等着呢? 经过了不知多久的时间,我们终于得到僵尸模式回归啦! 像当初僵尸模式可是陪伴着大家,度过好长一段回忆 回归之后,肯定要大令你不得爆玩一下啦! 大家是不是跟田山一样,非常兴奋呢? 更重要的是,8月14号的厮杀日,差不多好康好历 等着你们各位啊! 送你用逼角色,零纽带再充10万CP,世界大赛之地的Sony手机 现在就让田山为各位介绍新的异变围城模式吧! 嘿,YO GUYS!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战地新焦点 我是你们田山,僵尸,绝对是现今这集游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次的异变围城模式,除了跟朋友一起努力存活到最后 还要守护基地,并且收集各种武器资源以及防御塔的材料 所以这集田山就来帮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特助挑战的异变围城模式到底怎么玩呢? 文法介绍 首先,各位可以先简单的玩过教学最少 这样也可以更容易的了解模式的大略进行方式哟 此模式有普通版以及困难版 分为白天与黑夜 大家要是利用白天的时间好好收拾物资以及武器装备 否则夜晚来天时,僵尸大军可是会更加活摇的哟 白天,大家可以搜索物资 打击以太水晶来获取以太精华 过趁白天时,消灭被削弱的僵尸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直升机找到空投箱 搜索到防御塔的材料以及高级武器啦 免吃夜晚来临前的30秒 游戏中就会显示倒数计时 等倒数结束后,就会自动传送回到基地 除非你跟田山一样抽到电转白手 就可以无视自动传送 刺激选择传送的时间啰 建议大家可以多收拾一些物资 或提早回程,定用时间来建造你的防御塔 夜晚的基地会释放出保护伞 可以躲避毒气 如果在保护伞外,就会一直扣血啰 随着第三天第五天的夜晚 基地也会随机更换位置 如果不想吃毒,请看好地图显示的基地位置 不要跑错地方啰 在基地内的玩家可以使用以太精华 点选这里来建造你的防御塔 如果不知道怎么分裂防御塔 也可以点选树壮图来参阅 基地也能储存我们的防御塔材料 或购买子弹和重火力武器 包含了战施机器、死亡机器、X数万动力装甲 其中,玩家可以在游戏开始前 点选背包来设定置地枪支 到时游戏中就可以购买自己的枪匠配置 来击杀变异僵尸,保护基地不被破坏咯 毒档僵尸过程中 基地破保护塔受损了 可以使用板手来修复 也能收短保护塔的升级时间 直到夜晚倒数结束后 玩家就能完成通关了 最后获得的以太阶级或碎片 就能在大厅天赋那边升级你的技能 该天赋升级到10等 就会解锁被动能力哦 以后待妹子就轻松咯 可是我是男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困难模式中第4天第5天的还有限时的随机任务 分别为摧毁随机的橄榄元任务 和消灭屠夫BOSS的屠夫任务 完成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以及支援哦 这边再提醒大家 普通模式时长为14分钟 困难模式为28分钟 过程都是无法加速过关的 所以玩家不要再去研究更快的方法咯 地图介绍 接下来要介绍异变围城的地图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点开地图 就是我们手机的生存模式的经典地图啦 但每场开始的出生基地 有可能会不相同 这会是随机决定的哦 玩家可以移动的范围是有限制的 当超出界限就会出现倒数计时的警示 所以不可以乱跑啦 玩家必须回到界限内才能解除警示 而地图内标示的高以太地区 可以在该地图找到更多的以太水晶 获得以太精华 但相对的高报酬、高风险 特殊僵尸也会大量的串出哦 僵尸介绍 大致上分为四种 主要攻击玩家的僵尸群有 易变体、追恋、畸变 易变体移动反慢 血量也薄 为玩家获得子弹及些许材料的主要来源 追恋 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 移动快 血量也不厚 100枪枝皆可秒杀 易变 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攻击模式为中距离的射程 躲避方式应该就不用教了 非常容易 要攻击基地的僵尸群有 强袭、狂怒 强袭的话移动缓慢 看到的话直接拿扳手 就能轻手解决了 狂怒 移动慢 血量高 伤害也高 看到他扛着机枪 直冲基地时 准备要射击的姿势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燃烧瓶 直接中断他的射击 建议玩家都使用狙击枪 或陷害枪扫裂 效果会非常的显著 主要攻击防御塔的将是有 爆兰、毒爪、重锤 爆兰 你在移动速度超级的快 会直接冲往最近的防御塔 爆炸的范围也会颇及到玩家 所以看到要记得往后拉开距离 再轻松解决 毒爪 移动慢 血量中等 死亡时会散发出毒气 玩家也不注意就会被毒死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哦 重锤 移动慢 血量中 防御高 主要是阻挡我们防御塔的伤害 所以防御塔到第五天 一定要升好升满 才能有效的发挥效果哦 补助僵尸 零尸 那你看到一群僵尸防御特别高 就是有零尸的补助技能啦 必须要优先处理 不然僵尸的防御得到提升 玩家就不好消灭僵尸 此时基地就准备要说拜拜咯 所以建议玩家 使用一枪即死的狙擊枪 就没有问题咯 以上就是田山整理出来 异殿为神的基本介绍啦 各位观众 你们还知道哪些小技巧吗 不妨在下方留言区告诉田山哦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最重要的小铃铛也要打开来哟 最后8月10日 施杀日一定要记得登录哦 我是你的田山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